大家好,我是五仔 跟大家說一下佛禪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人呢 希望有一個退休的生活 人生是很無常的 是不是個個都有機會老呢? 當然要有一個很好的準備 好好地修養自己 健康方面 又或者是 你走出街也要看車過馬路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每天講新聞都有一些比較年輕的 或者一些老人家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如果你退休 你要回那場長命才行 我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叫60歲以上 有些事情就不要搞了 有些事情就不要說 有些地方就不要去 只是有些道理 但是我本人也有別的見解 那就講一下這個topic 在講之前回答一下網友的提問 先 問我的事情都挺有趣的 有些管理我的個人事 那譬如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說 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女人在身邊跟著你 他說 不要浪費天給你的資源 快點 生孩子做爸爸 父親節跟我說這些 他說 不要浪費天給我的資源 你叫做法哥生 我就生 不是說笑 我們是說佛妓的兒女債 我沒有這次債 你強行用你的角度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會這樣 我剛才看著Facebook 我見兩年前有個男生 找了個美女 轉頭 兩年後 現在父親節或慶祝父親節 兒子差不多一歲兩歲 找了美女回來 叫他做老母 現在做什麼 我不知道做什麼 奇怪 當然 有些人 這個是什麼 社會給了一個 那個模式的公式 當然是這樣的 結婚生孩子一定是這樣的 不一定是這樣的 真的可以不是這樣的 結婚我不抗拒 但是生孩子 我見過地球這麼多人 生一個出來 再繼續破壞地球 又要在那些貪真癡 那些壽性 將他變回覺悟的人 大家的姻緣都不同 我出去 就說經歷這麼多事情 他又會經歷其他事情 那條根 可能他很... 很不... 我教他不行 那我真的... 打爛個齋撥都像 不是沒有信心 各人有各人的姻緣 我簡直告訴你 我是沒有的 我幫你斷了我那個... 我那個... 千千萬萬年的詛咒 人類是... 真是... 少一個就是地球之福 也是那個生命之福 人類太多煩惱了 如果做不到一個... 覺悟的人 所以我們的節目就是長造長有 另外有人問 你跟阿希希24小時 看著怎樣相處 會不會沒有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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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也很少說話 你是聽我的節目 有很多話題 我平時沒有什麼話題 對 跟他講話 我經常說... 有些人在那裡... 就是... 說那些撿我字粒 就說... 那個叫真帝 不是真剔 這樣... 講真剔 你明白嗎 講真帝 你以為我不知道在哪裡鄉下 對不對 就是我講一些話題出來 有些哲學的 有些佛理的 其實講幾句就到點了 就不會有些人在那裡... 潛擾不憂 我認識了一個愛情KOL 你不覺得兩個人相處應該怎樣 我覺得這樣才怎樣 你覺得而已 都是緣起性空 你明白那個事物的本質 你就不會在那裡鑽牛角尖 在那裡煩 很吵 我經常說那些女人很吵 我以前拍拖的時候 有些女朋友說 你很喜歡說話的 你不說話可以嗎 其實真的不喜歡聽到那些人的聲音 希希本身也很安靜 我人也很安靜 也不喜歡說廢話 兩個人看到一些東西就是... 追求一些生活需要的本質 就不是在那些言語上 說了一句 他沒有心 然後你聽到你想聽那句話 然後不適合 大家在那裡吵架 不知做什麼 對不對 今天說退休 其實這些都是關係的 剛才所說的 你當然會有一些 子女啊 退休金啊 或者是這些伴侶 你退休 你會怎樣過到一個好日子呢 我先說了我的看法 然後就說一下那些文章怎樣說 其實我的看法真的很有益 你聽一聽 我經常說這些人都說有益 我說養生的人都說很棒 我是極度建議 你無論是退休 或者是未退休的人 是收蟬定、氣功和中醫的三科 你收好那些三科你就明白了 首先說蟬定 你上班 你下一步就退休 但是人 正常來說就是生老病死的 那就會生病 人會走的 蟬定的功夫 根本上是等於 在預演死亡的過程 有些人說很怕我不提這些 你每天都對著那些東西 你睡覺的時候 你是怎樣失去意識 你知道嗎 有些人不知道 蟬定就是收這些東西 呼吸由實去到虛 然後就走 你每天都對著 喪傳佛教也是收這些東西 在說睡覺的時候 中陰身說為什麼可以和亡靈接觸 因為人那時候睡覺 基本上腦波已經是走了 你睡覺你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醒 你收蟬定很多東西得到 又得到智慧 又得到安定的心 這件事很重要 我經常叫OK仔收視不定 我就說他的人 好像很穩定 那裡面亂過鬼 你聽他說話就知道 另外氣功一定要學 有些人說很複雜 又說龜波氣功 當然不是龜波氣功 氣功就是呼吸的方法 你連自己怎樣呼吸都不知道 你本身小時候都懂 寶寶仔哭的時候很大聲 有些人說一說武氣 連呼吸都沒有觀照 怎樣呼吸呢?一呼一吸 我建議你學 我今天不是講這些技巧 當然 你有沒有試過吸兩下呼一下 增加氧氣 很多種玩法 是的 另外中醫也是 建議你們 如果到了某些年紀 就是要學 你可以去工聯會學 有些人說 那些沒有了道 你不學那些就沒有了道 經常說沒有了道 不專門去學那些 就真的沒有了道 你學你起碼懂 這個沒有了道 就再學到你懂為止 我一向都說 這個學一點 那個學一點 那你有個網 五行 你不會吹水吹出界 那些東西 大概都是一個網 你去工業聯會學一下 學一下針灸的穴位 你不用拿針刺下去 拿手指都可以 加上氣功 你就自己醫治自己 醫生你以為幫你很多 醫生告訴你 有個病什麼時候死的 最多都是 是的 你跟著相信他 就差不多了 我有時候講的那些健康節目 都是這樣告訴你 那個能量低了 但是你練氣功的人 你有 這些就是真真正正的保險 真真正正的保障 剛才說過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學習 還有要放下一些東西 我自己心目中 放下一個分別心 我看到很多 覺得很無聊 以前社會就很亂 不只是兩邊的衝突亂 是人的心都很亂 又分對錯 又分這樣 又分那樣 那些東西其實是 你出了世之後 別人告訴你 在佛教來說 這些就叫分別心 陳沙煩惱 為什麼呢 你分那些 你分得到嗎 適合你聽的 你就覺得適合 適合你聽的 就是適合 適合你聽的 你去分 也沒有適合和適合 那怎麼辦 其實你本身 很多東西自己都不懂 皮和胃你懂得分嗎 皮有什麼用 膽有什麼用 你的東西 下腸子 吸了什麼鮮牙 不出汗 那個人有什麼問題 你明白嗎 你連自己的肉身 這個真的是 當然 修佛修到再高一層 再高一層 就連肉身也不是你 借回來 但是 好了大家都是人的層面 我用人的層面和大家說 肉身你當是你的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認同 中西方都是 那你裡面的五臟六苦 是怎麼用的 你懂不懂的 腦子是怎麼用的 知道嗎 為什麼有些人會唱歌 有些人會畫畫 為什麼你不可以 為什麼有些人思維這麼好 這麼有組織能力 為什麼你沒有 其實我覺得 退休去到某些年紀 你以前就說 我上班要做機械人 去到某些年紀 是不是要 吸收多些知識 是的 好過理會那些 是是非非 剛才我所說的 什麼適合 誰不適合 那些是是與非 那些是是非 你問我 是無謂的 放上了心 然後氣死自己 你退休的年紀 根本就是要學放下 放下一些不關你的事的事 人和事 都是 全部的新聞都撿來 我說就賺錢 我說完之後就算了 因為我看到的本質 就是這些事情是行常發生的 又斬民了 整天都斬民了 我未出生之前都斬民了 是啊 你人的社會是這樣 這樣 這樣 有些人就是執著 執著起床 又不放下 當是自己的那些東西 你是什麼來的 你是大自然的產物 當是自己的 是啊 不是你的那些東西 還生了很多妄想 是啊 法學就教你放下三樣東西 分別生、妄想和執著 妄想就是你想了一樣 不是的 本來不是的 它是一篇再篇 你覺得這樣就是這樣 然後就再想再想再想 不斷生無限的痛苦出來 要放下 學點自己幫自己的事情 不要理會無謂的事情 我見很多老人家都是這樣 不關你的事 那些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理會無謂的事情 你太空了 你太空了 我說了一點點 有些人有抑鬱症 我今天聽了大師說 我大師說得很好 好得不得了 又說哪個大師 嗯 薩古老 最喜歡聽他說話 他真的是覺悟之人 他說什麼 他說 有些人問大師 為什麼這個世界 現在有這麼多人抑鬱症 他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其實如果你早上起床 你要去一公里的地方 拿一桶水的話 你一天需要二十五桶水 去養活你全家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想無謂的事情 嘩 說得真是精靜 他說那些人 現在生活得舒服了 但是他覺得 有空了 用了很多時間去摧毀自己 是啊 你想一想無謂的事情 沒有事情做 剛才教的那些 中醫、喜功、禪定那些 全部都是對你很有用的事情 但是那些人就是搞買無無惠惠的事情 賭下六合彩 是啊 賭下錢 走去澳門 走去那些什麼路 什麼路 是啊 哪裡買一些白牌 比較便宜的東西 你看看那些人 我剛才說的其實是 大部分人 染上那些惡習 或者是普通人玩玩而已 玩而已 那些有用的事情 你不去玩 想些就沒得想 六合彩都可以走進去 真是 九不答八 不是開玩笑 好啊 另外 我說的那隻賭立財 不是買十元那種 真是賭那些十二生肖 大陸那些 是啊 真是不知所謂 那說一下什麼 剛才說到什麼 放下東西 還有那個大師說 那些人很有趣 他本身抑鬱症 就是他想找個終點 譬如你 我要達到一個目的 他認為是一個終點 他說其實人只有一個終點 終點就是死亡 你的身體以為 我想快點得到那個終點 但你的身體 細胞不是這樣想的 細胞叫你 是不是要快點死 這樣 你就處於一個 想活與沉死之間的生理狀態 所以那些人抑鬱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給你一個方向 有些人 說那些都不聽 那隻OK仔 我叫他你收下禪 叫他參拜佛 差不多一天 突然間智慧爆升 對我厲害了 然後轉頭放下 他真的放下 然後又不行 我們學習是要精進一些 那些人要保持著有種動力去 不停令自己進步 這樣就收起來 就說我夠花了 錢夠花 學海無崖 有些人說不是吧 年紀大才學習 年紀大不學習 很快就玩完 人的腦子要活 就是要學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學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你很堅持做一件事 你一個田道耕田 日日有勞動的 你百多歲還是像五、六十歲一樣健壯 現在那些人又不是 又有空 身又有空 腦又有空 是啊 很快就搞定 這些要教你養生養老 只是說氣功也有很多東西說 今天會說一下 其他人建議那些人 退休不要搞什麼 不要去那些是非的地方 是非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其實我一早已經避免了 那些東西 就是人多的地方 是是非非的那些 那些 說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幾樣東西 無睹就不聚 要是又怎樣 癡癡呆呆坐馬一台 有些人經常要黏住那些人 經常要聚會那些人 其實內心很寂寞 很空虛 很空虛 很無聊 要對一下對一下 然後打麻將 這樣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我說的那些東西是 因為 我覺得這樣做人 還有我看到很多的文章 都是這樣 有些人 他不是有這些是是非非 有這些爭鬥 他覺得做人很悶的 他不會享清福的 有些人 他沒有這些東西去刺激 他的心臟 他覺得很悶 因為那個人真的沒有修行 沒有運動 他不是靠那些麻將掃 不是跟別人吵 那些八婆 什麼什麼什麼 他的心不懂加速 他是靠這些東西去活 他人生的意義 你說多無謂 真的沒有什麼益處 你說收這些 我剛才說的智慧 去到某個境界 你還可以教人 人類的社會是應該盛傳下去的 不是 有糖水滾糖魚 那當然是無聊 你在做的事的本質無聊 你的本質無聊 所以就很無聊 不是說你不搞那件事無聊 其實你是入了那個叫做 惡性循環裡面 那些人多的地方 是是非非的那些就不要搞那麼多 就算有些人是喜歡這樣 那些你也不用黏在一起 對呀 對呀 跟他說多一句也免得 人前人後一個樣子 那些 你拿來激心 退休當然是響清福 以前可能上班 或者怎樣 就說要黏在一起 我看到一些文章 簡直是建議 同事的聚會 都是去一下 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說每個星期都要 有個賭局打啤牌 出來叫雞團 回大陸打骨 或者怎樣怎樣 不用去 去玩自己也不會玩嗎 你習慣了 變成本身你可能是 我不是說說完美 說一些人是 最好就是這樣 我知道你們 就是普通人 你一個月可能去一次 你認識大陸 變成一個星期去兩次 錢就花完了 那又怎樣 老了就出來做工 又或者駕駛的士 又這樣 有些人本身夠退休 有些人 搞搞臨老入花叢 就更麻煩 你自己本身一個人 沒有問題 那些緣份 碰碰碰碰碰 碰碰碰碰 很麻煩 所以 同事的聚會 可以 一兩個出來喝茶 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大盆人 十幾個 那些 因為人類本身 這些都是英雄地 說完這些 就是這樣說 你十個八個 一定有人認屎認屁 一定有人出來 爺餘人 勸勸你 不行 不是不能喝 多少人 因為這句話 不是不能喝 喝死了 在酒樓裡 有沒有看過這些新聞 其實這些聚會 沒有益的 這些聚會真的 好像一句話都入到別人的心 分分鐘我的家長聽到 又說 是不是拍射我們 每個人都是這樣 等於在佛教怎樣看別人 我用一個解釋給大家聽 要從一個高的維度去看 一個低的維度 這個不是佛教 我解釋而已 等於人類看著 非洲森林的動物大遷洗 這個時候 就會交配 這個時候 就會生孩子 這個時候 就會遷移去另一方 就是這樣 你要超脫那個維度 就是你在一個觀察者的角度 你明白隻藝 為什麼他會這樣拿點食物 然後走進洞裡 但是隻藝很難明白 人是怎樣 這個就是人和佛的境界 大家的圍道不同 是的 有些人說 醒了 你看看一些還沒醒的人 就是剛才你說的 其實普羅大還會做 但是那些人都說不開心 經常說不開心 為什麼這麼精彩都不開心 是不是真的這麼精彩 顯然不是 另外有些文章 教人不要送禮 是的 那些叫做 你送我送禮很無謂 那些東西 是的 我也覺得很無謂 尤其是新年那些 我經常都說 送一些瑞士 不要說瑞士 瑞瑞糖 大家其實60歲打後都不太能吃的那些東西 高糖高油的曲奇餅 為什麼要這樣害親戚呢 我發覺也是前世有仇的 中國人的社會是這樣的 吃糖吧 正好 只剩下朱古力給你 你吃你自己買都可以 有時候的東西 你又要強行 然後又回禮給你 很無聊 是的 我也有做這些 但是我不是買這些東西 我小時候我英文逆魂 我那時候送些什麼鮑魚麵給我爺爺 那些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是 但是你說有些人強行來的 那些什麼餅 加盾罐裝餅 都強行拿來送包去 就說不要兩梳膠上去 新年就算了 不過有些人見到麵 就說要送禮 很喜歡帶來帶去 是的 不過我這個 所說的生活態度 不代表其他人 有些人是 他是可以的 他是可以的 他是可以接受的 還有他這篇說的那些人 是普羅大眾 是普羅大眾 大家都 叫做 剛剛好救生活的那些 硬衝就不要玩 但是有些人 他是 他本身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而且家裡有錢 反而那些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見有些普羅大眾 根本這樣不行 另外呢 說了一些 他這樣說的 我不是太認同 他說 有些親戚 如果你退休之前 都不太熟 你退休之後 你沒有找他 為甚麼 他說你跟他不熟 是有原因的 其實大家沒有什麼情分 是的 經常都說什麼 遠親近論 那些事情 他說 分分鐘你又不熟 他 他問你 跟錢的東西 你又不好意思推他 分分鐘是被人騙了 退休禁 這裡就 提點大家 另外 剛才叫人不要說是非 言多必失 會令到有些人晚節不保 譬如你上班工作的時候 這個人也挺好的 那時候 說是非 他沒有話可說 他是說舊事 說舊事 說回以前的事情 傳回到別人那裡 會弄爛了你本身的名譽 名譽本身很好 如果你本身的名譽都是爛的 就不要緊 另外 有些事情 真的不要跟別人說 就是 退休禁 不用跟別人分析 即是說 我現在只有150萬 你覺得夠不夠退休 這些 問一下Ivan Sir 但如果你說跟親戚朋友說 別人有錢過你 是看不起你 窮過你 那些是謀著你那塊錢 錢真的不要亂跟別人說 這些事情很無謂 慎言慎言 另外 還有說的子女 子女的工作 那些沒有辦法 好像我媽媽那些 也沒有辦法 他不說就有人說我 那些也沒有辦法 但有些人 你真是普羅大眾 普羅大眾 不用特地說 大家有攀比的心 健康也挺乖 算了 都跟我吃飯 那些 但有些 你知道 成輩沒什麼 他很聰明 他現在做了一份工作 找四萬多元 另外那個 很聰明 我兒子那些什麼 大家不開心 是非是非又是非 你們生生世世都在一起 下世做姐妹 我跟你說 然後打架 出生 爭東西 爭男人 不是開玩笑的 你們那個冤孽 萬般帶不走 唯有孽隨身 無無畏的事情 不用跟別人爭 不與別人爭 最怕有些人 還有就是 只會走來佔便宜的 你不要跟他熟 要離開遠離的人 是的 很多人都說 叫做什麼 敬 敬重他 而遠離他 我們又不要看不起他 我們是尊敬他 不過是我人心歸 這樣的意思 是的 世界上個個都是好人 不過我人心歸 就不跟你們有態度接觸 這個態度就對了 不要說 那個人有這樣 那樣也不好 這樣也不好 是的 每個人都要像佛 尊敬他 就對了 另外說 不要指望子女 對你有太大的回報 這是很多人的煩惱 原來在大自然 除了人類之外 沒有什麼動物會養育下一代 然後希望下一代怎麼養育你 這個真的是 不過這個叫孝心 他有就是自發性 不過這些都是因果 我之前有說過 你對他好他自然對你好 如果你對他好他也對你不好 就是你前世欠了他 就淡淡然你就舒服 如果你說我那時候怎麼對你 現在怎麼對我 在地獄上 在地獄上 心 這樣就不好 是的 沒有辦法 這些真的 強求又強求不來 強求不到 有就有就沒有 你說完之後他會好嗎 沒有的 真的沒有的 他不醒來 你也沒有辦法 另外這個很重要 不要經常躲在家裡 有空出去逛逛 這個真的 真的 有些人在家裡混混混混 就完蛋了 有些人是 不過是不喜歡外出 你不喜歡外出的人 那雙腳是不好的 就像我媽媽 那雙腳是不好的 會退化的 這個一定是 但老人家一定會退化 所以我就說 做運動 學做運動都很重要 剛才說漏了一樣東西 學做運動 學一個規律的生活 很重要 你不懂 有些人說我做 我有做運動 你做的 你不懂做的 就像吳大強那些 我做五十下掌上下 我才睡覺 那就糟了 那條氣怎麼行 傷了自己的氣 是 知識先行 懂 然後去做 我學那麼多 有些人說 說這些東西很有條理 無論說中醫養生 說做運動 我都是 有些專業人士 都覺得我說得對 全部東西是有基礎的 有那個 我健身教練有個基礎 讀中醫都一定是讀皇帝內 已經有基礎 不是說他知道少少 然後就說這樣去 不是這樣的 所有東西都有基礎 要學的 這些 大家要找一些最適合的來學 然後才去做 另外 勸人少理那些子女的閒事 因為那些事不理你 可以說是不關你的事 跟你小時候 你老爸老母想管你都一樣 你不會明白他們的年輕人做的 不要說兒女或者孫兒 孫兒孫女 真的不明白 那時候 我跟爺爺的相處相當好 當然他現在不在 他完全沒有理會我做什麼 他只是教我一句 公字母出頭 他說打工不會發達的 這句話是我上學的時候 他已經跟我說了 公字母出頭 我真的很感謝他 是不斷洗我腦的 公字母出頭 我真的沒有什麼 在人世當中 他跟我的關係就是 他不會理會我做什麼 而他也不會明白我做什麼 譬如 我給他看一些影片 他說你看一個小孩子 然後有一條鯊魚 一口吃了他 他說為什麼會這樣 是電腦 他不會明白是怎麼做出來的 他說現在的科技是這樣的 另外在踢Winning11 打機的時候 他以為真的在踢球 但不要緊 他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但是大家其實只是開心就夠 有些人是理解不了 理解不能 是的 真的理解不能 所以不用理太多 另外 就 不需要對別人太多批評 是的 管好自己 或者大家 那些人和諧一點就好一點 有些人的批評就是去到別人的衣著 去到別人的髮型 去到別人的雞梅蒜皮 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國人特別是這樣 我看到一宗新聞 我只是很大感觸 我看到蔡天鋒用3D 恢復他的遺容 然後 唯有三百多人很想看 我跟OK仔說粗口 我真的關你差事嗎 放一鍋湯在這裡 很討厭 那些人是想看你跟他很熟嗎 生前都未必見過 有些人是 那些 那些 規避之心 人皆有之 真是 但是多管閒事 令到自己 跌入地獄都不知道 很煩惱 是的 很煩惱 不要理人這麼多 那些 理人的事情 直接去到 那條眉的角度 你的頭髮的顏色 你的手指甲的花紋 你的褲子的襯得什麼 那些人 沒有話說 那些話 那些話 不一定是外表 是啊 多說一些心理上 是不是 唉 開不開心 這陣子怎麼樣 有什麼不開心 你有經驗的 說一下那些話 說外表 這個已經很 很低層次了 啊 另外 年紀大 不要跟別人攀比了 是不是 因為大家都已經不會 都到了這個位置 不過有人 就是最喜歡 跟別人鬥 唉 如果他退休 還是打算跟別人鬥 慘了 真的慘了 攀比的心 不要有 我見有些人 那個妒忌心 現在的人的妒忌心 很離譜 遲些說妒忌心 再跟大家說多些 那些叫求不得苦 自己給自己 另外有很多 年紀大了 就想改變別人的想法 我教你 吃鹽多 那些 唉 你活好你自己一輩子就好 你看到人壞 我叫他不要誤入歧途 但是教人做事 很多時候已經不合時宜了 那個年代 和你那個年代都不同 好像有個 有些人說 你有錢 我教你多買些樓 那就糟了 現在投資買樓 就 大件事 你那個雷數 和上升的空間 它的解釋是 我見以前的富豪都是這樣 以前的富豪都是這樣 有人炒Bitcoin炒到發財也有 這個世界是不斷變 不要想著改變別人 那套東西是不對的 除非你說的那些 我說是佛教裏面那些真剃 我喜歡說過剃 那些是對的 我用來講一下 年輕人未聽過 說些東西出來 你覺得對的那些 就很嚴重的 所以有些人會恃住自己年紀大 就好為人師 我覺得做人 學無前後就達者為先 他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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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他請教一些東西都可以 這樣的人才會 越來越聰明 但有些人會說 我小時候我幾年 你學我教我 什麼什麼 抱著這個心態就麻煩了 你這輩子大過他 人家上一輩子是你師父 你明白嗎 有些人不明白 不明白不要緊 但這樣不會 如果這樣 他當年年輕的時候 都不聰明 真的 每個人都看到他的優點 你跟他學到的東西 你就可以了 另外 身體不舒服就不要緊 我早就已經告訴你 你吃中醫 你對自己的身體了解多一點 就好 很多人 這裡不舒服 那裡不舒服 那裡也不懂 譬如頭痛去吃 止痛藥那些 唉 真是可憐 那些很小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 睡不著去吃安眠藥那些 很年輕的時候已經是這樣 那些沒得老的 真的 不是開玩笑 我看到有些人 認識的都是這樣 沒得老的 看不到他老人家的樣子 那樣子 不說太多 說不得 說不得 其實很多問題 根本不是止痛藥幫得到你 很多人就是 不了解自己的身體 不了解構造 連自己的肉身都還未搞好 連自己的肉身都還未搞好 走去搞別人 搞到一塌糊塗 又不開心 最後就是 但是 不用生氣 沒生氣 沒生氣的原因就是 生氣不生氣也是這樣 生氣有個毒素出來讀自己 讀到自己 年輕人的身體 生氣快 細胞還可以搞 老了 一生氣的時候 都不想活 那些細胞 有一點少了也不好 我經常說了一個 一個是否地位 福祿 好像是 我忘記了 那樣樣都 有些人就會 佛學經常說兩個字 圓滿 圓滿 我們做生命最重要是圓滿 今天先說到這裡 因為時間有點長 因為不夠圓滿 我怕大家聽少了些東西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下次再聊 拜拜